今天我们来继续讲关于摩西 我们今天一个题目叫为神所用 我曾经在一次听道当中 我们有一个讲员 外来的牧师 在他讲道之前 他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他做一个简单的调研 他让大家举手 其中第一次他呼召大家说 在座的都是基督徒的 请举手 我们当中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大约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举起了手 然后他再问第二个问题 那你们举手的人当中 认为你是主的门徒的 请举手 请继续举手 不是的 你放下来 然后将近又有很多人放下 剩下的举手的人还有百分之五十 那他这个问题是第三个问题 他说你们中间认为是基督徒领袖的 请举手 请继续保持举手 然后有很多人放下来了 他的手 剩下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 还举着他的手 所以后来这位牧师就简单的总结 当然他讲的是做主的门徒的 他说调研的目的不是让大家对区分 什么是基督徒 什么是门徒 什么是基督徒领袖 做出明确的区分 相反 所以他的用意是澄清我们在很多时候 对这几个概念的误解 我们往往导致很严重的割裂 实际上圣经当中并没有把基督徒 门徒 和基督徒的领袖分得很严格 没有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 基督徒就是门徒 门徒也是基督徒 基督徒领袖是什么呢 是指那些用自己的恩赐热情 在神的国度里面做出有影响力的人 换句话说 我们每个人 神都期待我们做出影响力 那大使命里面是给所有的人的 我们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所以为什么人们习惯区分呢 这个习惯的区分造成一个什么不好的结果呢 很重要的一个结果就是基督徒领袖的缺乏 同时基督的门徒也为自己的灵命停止不前 不愿意能为神所用 自己寻找心安理得的借口 觉得我不是领袖 我不用做什么 还有常常我们会听到在教会里面听到 我是凭信徒 你们是领袖 我听过一个牧师讲 什么叫凭信徒 他讲得很有意思 他说凭信徒就是躺平的信徒 我们愿意做躺平的信徒吗 记得我有一次在讲道当中 也讲到躺平 所以其中我很要好的一个弟兄 有一次他在达拉斯 他跟我们在聊天 他说你们是牧师 我是凭信徒 我不要要求太高了 我能够这样就不错了 我说你这说不符合圣经的你知道吗 躺平的信徒你愿意做吗 我相信大多数人 不愿意做一个躺平的信徒 什么都不愿意做 而是愿意被神所用的 我们知道摩西在以色列意识当中 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们在上一次的讲道当中 我们了解了摩西在西奈山的旷野里面 与神相遇 而这个相遇呢 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是为领受要把上帝的差遣 带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捆绑 进入迦南之地 圣经当中讲是流奶与蜜之地 大家还记得的话 出埃及的第三章里面 第九节第十节说 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打到我耳中 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 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 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 从以色列人当中 从埃及 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这是当时摩西与神相遇的 一个主要的目的 就是领受神的差遣 那么摩西对这一历史任务 他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他的典型的回应是怎么样的 那今天我们来继续看 出埃及记的第三章 还包括第四章的一部分内容 来看看他的回应 给我们今天的我们 有什么样实际的教训 那我们先看 先看应该是 应该是第三章 出埃及的第三章 不是第四章 第三章的这一段经文 十一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摩西对神说 谢谢您的与择 谢谢您的与择 和单一人的与择 好 我们先读到这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摩西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摩西就对神说 我是什么人 竟能去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我们知道摩西 他曾经有埃及王子的身份 他前面四十年 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 受了埃及一切的学问 有很高的地位和身份 我们可以想象 他可以有机会面见法老 但四十年之后 就是他八十岁的时候 神呼召他的时候 他说我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问题 他说我是谁 他现在不是埃及的王子了 对不对 他现在身份是什么呢 他是牧羊人 我们知道牧羊人和埃及的王子 他的地位区分是天壤之别的 所以当摩西听到上帝的差遣 他这样的回应是不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是很自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神呼召人的时候 人的借口 这里是摩西的借口 就是说我是谁 我是什么人 然后神有什么回应呢 神说 我必与你同在 我必与你同在 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 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 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换句话说 当摩西在说 他觉得他不够格 去面对法老的时候 神就说 你去 我与你同在 我与你同在 但摩西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人常常说 我到底是谁 我有什么资格的时候 其实摩西在领受这个招命 或者使命的时候 然后他在想 我有什么权柄 其实他的问题是 我有没有权柄的问题 那神的回应是什么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 我们讲为神所用 其实是服侍了权柄 我们因为说authority 摩西如果原来还有authority 还有权柄 可能作为王子的身份 可以和法老面对面 可以提出要求的时候 甚至他作为埃及的王子 也作为希伯来人 以色列人 在埃及人当中 也有点权威的时候 那个时候可能 还有点权柄 那现在他已经 远离了四十年 发生了很多的变化 原来的法老已经死去了 已经不在了 现在他要回去 新的法老 到底是怎么样呢 他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说 我是谁 那神的回应说 我与你同在 也就是说 服侍了权柄 这个权柄 关键是什么 不是摩西你是谁 不是你有多能干 而是说 神的同在 是神的同在 然后即使这样的时候 摩西接受这个挑战没有 摩西没有 对不对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摩西又有一个疑问 摩西对神说 我到以色列人那里 对他们说 你们祖宗的神 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他们说 问我说 他叫什么名字 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 第一个问题是 摩西说 我是谁 我没有这个权柄 我没有这个资格 能够带领以色列人 这个大的使命 出埃及 没有 那神回应 我与你同在 那第三个回应 人的借口 就是说 你是谁 他就是说 神是谁 因为我同在 这个同在的人 有什么权品呢 我们知道我们出去 如果我 可能这个国家 拆派你出去到中国 去做一个大使 做个ambassist 那你有什么 他拼口 就是说说 你说我是那个 美国派过来的 别人信吗 不信 到底有什么证明呢 所以这里他就问 神你是谁 那上帝对他怎么说 神对他 继续回应说 神对摩西说 我是自有拥有的 又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 这样说 那自有的打发 我到你们这里来 我们知道神 圣经当中描绘神的属性 有很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当时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 其实这不是神的名字 他就是说 神说 我是我 我就是 所以神的回应就是 自有拥有 也就是说 我身上永恒的存在 我身上永恒的存在 我们知道 圣经当中 很多地方会讲到 耶和华对不对 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耶和华是谁呢 耶和华 耶稣 他们同一个姓都信耶 是不是 不是 那天父 他独生者 很有道理 刚刚我信主的时候 说耶和华 耶稣 甚至原来我在中国农村家庭教会的时候 有一个人 他把自己的名字 他姓改了 他也改了姓耶 其实我们对神 了解是有限的 在这里呢 神说 自有永有 他用四个 希伯来字母来代替 这是亚威 我们知道亚威 当时是因为没有 他写出来是没有发音 没有原因的 没有因的 它只有几个字母 那因为这里 普遍以色列人就认为 这神的名字 要尊敬 他不能直呼其名 后来他们就 用另外的名字代替 叫主 Lord 就是Adonai Adonai Adonai的意思就是说 是主 主就是有权柄的意思 就是我是你的主 就是我对你有权柄 在古代有奴隶社会的当中 他是他的主人 对奴隶有百分之百的权柄 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看法 通过这个名字来看 当摩西在问 神你是谁的时候 也就是说你是谁 我是谁 我有什么权柄 你有什么权柄 那后来以色列人就 为了避讳这个名字 就发明了另外一种 就是在他的原来四个字母上 放了一件 叫 Johuvah 就现在我们称为 耶和华 是和主 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这里 再次我们看到 为神所用 当我们服事神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服事的权柄 服事的权柄 服事的权柄从哪里来呢 不是从摩西 即使埃及王子 你也没有这样的权柄 当时他作为埃及王子 还不是从那里逃到旷野四十年吗 何况现在没有什么身份和地位 服事的权柄是从神的同在而来 从神的同在而来 刚刚过去的周末 那个宣教年会 我知道大部分人可能是参加了 那董家华牧师的几堂讲道 想必大家都印象非常深刻 其中他提到 有几个危机 大家还记得吗 星期六的时候 第一堂 他提到我们目前面临的 真正危机是什么 其中一条是 我们真正的危机 不是当今社会的世俗化 而是教会的世俗化 所以教会最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时候 那个时代 不是基督教会被国家政权赋予权力的时候 而是被边缘化和受迫害的时候 因为他们虽然没有世界的权力 却因着上帝的同在 而充满活力和生命力 从而对当时的时代 产生颠覆性的影响 所以这里摩西在问你是谁 才问到我是谁的时候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我曾经在神学院的一个 我们的导师 曾经为灵命塑造 Spiritual Formation 其实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定义 对我影响很大 他说灵命塑造的核心和本质是什么呢 就是要认识到我是谁 和认识到神是谁 还要认识到我不是谁 还要认识到神不是谁 听着有点拗口 其实很重要 有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身份 是有误解的 要么是抬高 要么就很贬低 不能看着自己合乎忠道 我们对神的认识 有时候也是有误解的 要么我们高估了神的能力 我们从来不会高估神的能力 我们往往 我们贬低神的能力 很多时候 当我们与神有接触相交 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越来认识真正的我是谁 也越来越真正的认识神是谁 从而慢慢的发展 从亲密的健康的与神的关系 神的同在 其实是我们的生命当中 怎样彰显出神在我们身上的权柄 当我们身上的权柄 被彰显出来的时候 神的属性能够影响到我们的时候 当我们被神所用的时候 才会发挥出有活力 有生命力的长久的影响力 所以这也是神让我们看到 我们作为基督徒 作为主的门徒 我们要看重我们服事的权柄 我们经验很重要 可能我们的天赋也很重要 但首要的是神的同在 是神的同在 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处在 后现代的一个社会当中 也是一个反权柄的一个时代 反权威的时代 我们从中国出来的时候 我们更会有这种反馈 我们知道很多权柄被滥用了 现在的年轻人其实也是这样的 你作为父母 对他身上有权柄吗 好像是有 但其实好像又没有 当你家里如果有青少年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上了高中的时候 我家里是有上高中的青少年 我就知道那个感受 我做他的父亲 有时候我就为他的表现让我很愤怒 但是我知道我怎么施展 我作为父亲的权柄呢 很难 有时候我和师母 我们很战惊在家里 他回了家之后 他就关上门做作业 然后戴上耳机 开了很多的屏幕 我一看 他就随时游刃有余地切换 有时候我们很小心 哎 你要吃这个吗 哎 你要喝这个吗 我们服务得很周到 我记得有一篇文章 就讲到一个年轻的妈妈 她儿子也上高中的时候 她说我的儿子那个样子 我就问他问题小心翼翼 像我们在王宫里 我们大臣对皇帝说话一样 就说老臣有句话 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那儿子的脸色就跟他说 不当讲 拉出去闪了 我想说权柄其实很难的 那我们做父母 你在公司也好 你做领导也好 在教会服侍也好 我们要想要 我的权柄从哪里来 神帮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 是这样的 帮助我们有效地去服侍 但真正的权柄 不是我们的地位 也不是我们的恩赐 也不是你的口才和才干 而是神的同在 所以盼望家里有高中生的 弟兄姊妹 能够可以学习 让神的同在 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 在你的教养当中 我相信 他发挥出来的影响力 会不再是一样的 那摩西听到这一个之后 按说是应该踏实了 那事实上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为神所用的生命 是拥有神所赋予的 权柄的生命 这种权柄不是因 个人的地位 而是由于神的同在 摩西听到这里之后 并没有打消他的疑虑 他第三次的借口 摩西在第四章里就说 摩西回答说 他们必不信我 也不听我的话 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 他这里说 他们不会相信我 一方面是法老也不会相信他 认为他没有这个权柄 以色列人也不会相信他 也不会听从他 在埃及好好的要出来 虽然有点痛苦 但是也还有肉丝 他这里第三个 第三个 人的借口 其实是没有能力 你就是说我带着权柄 我带着文件过去 介绍信过去 但是有用吗 有权柄是一回事 所以权柄很抽象的 实在在在我有能力 我怎么表现出来这个权柄呢 所以这摩西的疑问 他说人们不信我呀 也就是说我没有能力能够彰显出这个权柄 摩西的疑问就是这次的任务 如果不是靠着我自己的身份地位和权柄 而是依靠神的权柄 那么我拿什么给人们证明 我有这个权柄 也就是我有这个能力 摩西的意思是说 人们都知道 可能也不会否认 独一真神的权柄 对吧 你说上帝 我们相信上帝 他有权柄 但我的权柄如何彰显出来 所以他这个困惑是能力的问题 因为权柄与能力相关 如果你要记得主耶稣 他曾经在马太福音最后一章 这样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所以神给我们权柄 他的同在也给我们 能够彰显出能力 主耶稣这样教导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赐给我了 然后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摩西的疑问是说 我的能力从哪里来 那神他是有耐心 有忍耐的 摩西的第三次 他的有借口 他不愿意承担这个使命 那神就说 他用三个神迹 三个神迹来回应摩西关于能力的问题 第一个回应是什么呢 摩西就说 神就说 你手里拿的什么 他说是杖 我们知道这个杖是什么呢 就摩西四十年来 在旷野放羊的一个棍子 牧羊人的棍子 是杖 成为杖 耶和华就说 丢在地上 他一丢下去 就变作蛇 我们知道蛇在埃及里面 埃及人里面是非常 他们很崇拜蛇的一个动物 所以他变成蛇了 摩西便跑开了 很害怕 耶和华对摩西说 伸出手来 拿出他的尾巴 他必在你手中 仍变为杖 看起来很危险 但是又变回来了 又变回来了 这是第一个神迹 给他回应 当然我们可以 你知道吗 当我们讲到神的神迹的时候 我们不要有这个误解 就是因为神迹 就是神不得了 怎么样的 当圣经当中 讲神迹的时候 想给大家一个提醒 神不需要用神迹 证明自己 对不对 祂是自由拥有的 永恒的存在 也不需要用神迹 来炫耀自己的能力 神从来不需要炫耀 神是谁 祂不需要像我们那样 炫耀我们的能力 祂不需要 那圣经当中 为什么有神迹呢 神迹是一个迹象 要表明什么 所以大多数时候 圣经中出现神迹的时候 让我们认识一些重要的真理 比如说耶稣说 在福音书里面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的时候 它之后才会出现一个神迹 叫五饼二鱼的神迹 对不对 五千人吃饱 五个饼 两条鱼 让五千人吃饱 吃饱是一个 很让人觉得不得了的事情 就很少数的食物 让众多的人吃饱 但目的是什么 看着神的属性 所以当他宣告说 我就是世界的光的时候 你不久就会看到 另外一个神迹 祂是瞎眼的 重新的看见的神迹 因为祂是世界的光 当他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的时候 我们也会看到 耶稣是神复活的神迹 因为耶稣是生命的主 所以当摩西在纠结 自己的能力的时候 神又用三个神迹 来回应这个困惑 当然也要看到 神的是有能力的 那今天我们从能力的 三个层次来看 这三个神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首先这是第一个神迹 上帝把摩西的木羊棍子 变成蛇 然后又复原 我们知道木羊棍子 是摩西的身外之物 对不对 不是它生命的一部分 它放羊时 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 所以这里呢 这个神迹 我们可以看作 人后天吸得的技能 对不对 一个棍子嘛 它原来是没有 不是出生 只有一个棍子 带在身边的 而是后来 在木羊过程当中 它需要一个棍子 来作为武器也好 作为放羊 来管理羊群也好 一个工具 这个神迹之一呢 让我从这个程度来看 我们要讲到 我们的能力 服侍的能力的时候 技能也很重要 Skill 对不对 后天获得的技能 但那个技能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神迹 神可以转化你的技能 我原来是学会计的 在大学里面 做财务 做神迹的 那是后来学习的 那后来上神学院 也学习 不同的试经技巧 灵修方法的 不同的一些知识 但这些知识 知识 知识 如果不被神所用的话 但是当被神转化的时候 它带着它的影响力 和能力 不但那时候 神不得了 也可以看到 借着我 能够成就大事 所以这一个神迹 至少从这个层面来说 从伏射的角度来看 我们的技能 我们有什么技能 我们有什么skill 当被神所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被转化 transform 那第二个神迹 这方面 我就想 还是讲 伏射的能力 转化的技能 也可以作为 伏射的能力 一个方面 那第二个神迹是什么呢 神用第二个神迹 来回应摩西 第二个没有能力的借口 祂说 你把手拿出来 然后拿出来了 再放在怀里 放在怀里 长了大麻风 大致的麻风病 在当时 到现在其实也很严重的 很严重的皮肤病 不单是皮肤病 是免疫的方面 造成很不可逆软的伤害 那个时代更是 很大的 不可医治的一个病 得了病的人 在那个时代 不论在埃及也好 可能在以色列人 也是这样的 得了病之后 你被隔离 隔离不是现在我们说 得了COVID被隔离 那个隔离是 你与社群整个隔离 被你赶在一个 偏僻的山沟里面 人把食物扔进去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可以看到神给他 这个神迹是什么呢 长大麻风 再把手放在怀里 然后再伸出来 又复原 这个pattern 和刚刚那个棍子被转化 成蛇又复原是一样的 他就把手伸出来 变成大麻风 然后又复原 在当时的人看来 这个神迹也是不得了的 一个神迹 这个神迹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 从能力的角度来看 其实在那个时代 不单是一个疾病 生理的疾病 在那个时代看成不圣洁的 因为全身溃烂的 是不圣洁的 他会上升为 道德和属灵的高度来看 你这个人是不洁的 在以色列的律法当中 也是这样的 你不能进入以色列的会中 与他们一同敬拜神 你被分别开来了 分别开来不是分别为圣 分别开来是分别为 污秽不堪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那神的回应 第二个神迹 成为一笔圣化的品格 如果从道德角度来看 神是有转化的能力 你知道吗 本来手好好的 最后变成不洁的 最后又变成正常的了 当摩西在抱怨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也是 我觉得我不够格 我没有能力去服侍 一方面没有技能 一方面说 我的生命还不到一个程度 或者说 我用我不圣洁 我怎么被神所用 其实在圣经当中 神呼召人 往往可以看到一个pattern 往往觉得自己不配的 我们知道最明显的一个是 以色亚书 我们宣教的时候 往往用的这段经文 当以色亚看了神坐在 高高的宝座上的时候 圣洁充满荣光 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他说 挨在祸在 我说我有祸了 他一看了圣洁的神 他说我有祸了 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 也就是说 我是没有道德 在神的面前我不堪一击的 然后神的死者就对他宣告 他说 他用一块火炭 烧走的炭火 沾了他的嘴巴 做一个象征 就是说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式吗 人在圣洁的神面前 摩西曾经脱下邪吗 脱邪是外在的一个表现 我的生命本身 我的品格 我的道德水准 是不是能被神所使用呢 当我们愿意的时候 我们常常说成圣 Sacrification 我们的品格character 被神魔造 我们成圣 被他所使用 所以神不但能转化我们的技能 被他所用 也能圣化我们的品格 作为施展技能的基础 我们知道 作为基督族领袖 作为任何的领袖 技能很重要 对不对 你的技术是不是很好 你在IT行业 是不是你做芯片做得很好 或者怎么样呢 但是往往我们在学校里也好 在生活中 在企业里也好 我们看中的往往是技能 但是这个能力 不单单是技能 能力品格也很重要 事实上 我曾经看了一个图画 叫做冰山 冰山一般上面露出多少 一般露出是10% 是不是 90%是在水下面的 就是当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看海面上 上面百分之十的部分 还有百分之十几的部分 但是下面拖住这个冰山一角的 这90%的 那有一个教会的领袖 就这样比喻 90%的是我们的品格 这个品格拖住我们的技能 要不然只有技能没有品格 你的道德败坏的时候 你可能一时成功 还是在世上一直成功 一到死之前都很成功 别人会敬仰 但是终究一天 你会塌下来 离开这个世界之后 被别人批评 被别人作为反面教材 历史当中有很多 在基督教教会当中 领袖也有这样的 所以当我们讲能力的时候 不单单是我们自己的技能 才干 我们要讲品格 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我们在大学里面 我们都讨论技能 讨论不同的专业 但现在这个社会当中 当然我们也讨论社会公益 但是很少讲到对的品格 在教会当中 我们当然大部分时间 这样我们讲品格 但那个品格 我们自己可以 天然就好的吗 不是这样的 我们被神转化 被神转化 所以被称为圣化的品格 这样才被神所用 那当然还有第三个神迹 第三个神迹 神说如果这两个神迹 一个是牧羊杖 转化成蛇 然后是你的手 麻风病 又复原 那第三个 如果两个都不信 也不听你的话 这两个也不行的话 你就从河里取些水 倒在汉地上 你从河里取的水 避在汉地上变作血 所以这个神迹 以牧羊杖的第四个借口 联系在一起了 就是尼罗河的水 要变成血 我们知道尼罗河 在古代埃及 是生命之源 这现在也很重要 尼罗河三交州 成为孕育 埃及文明的地方 这个神迹让埃及人 会看到什么呢 他后来这个应验了 埃及有死灾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因为埃及人相信 这个尼罗河是生命之源 其中他们有一个神 是专门掌管尼罗河的 但是耶和华神 在这里让摩西看到 后来也让埃及人看到 他是掌管生命的神 他可以逆转你的生命的神 本来水就是水 血就是血 是不一样的 他本质上是不一样的 但是神可以 他是真神 他不单是掌管尼罗河 他掌管埃及人 掌管以色列人 掌管我们的神 他是真神 他掌管我们的生命 但摩西呢 他其实没有被这个神迹说服 没有被说服 所以这个神迹可以结合后面的 他的一个借口 所以他接下来又有一个借口 摩西的耶和华说 主啊 我输入不是能言的人 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 也是这样 我本是左口笨舌的人 他就说我不能 我很笨的 我不能 就是我与你相遇之后 好像你建立了一点关系 好像我还是没有能力 你说这些神迹 可能觉得你很伟大 但是我还是我呀 我没有看到很大的转变呢 所以摩西的意思其实就是 我天赋不行 我没有口才 我没有恩赐 但是我们不得不佩服 上帝的忍耐和温柔 他在第十一节中就是说 谁造人的口呢 谁使人口哑 耳聋 慕名 眼瞎呢 岂不是耶和华吗 我耶和华吗 现在去吧 我必吃你口才 只叫你做当说的话 所以我们看到上帝的忍耐和温柔 他在对十一节的回应 对摩西的回应 再一次让我们看到 他是掌管生命 我们生命气息的主 他不仅是隆重地说 我是掌管人类生命的主 也是掌管每个个体生命的主 也是可以把具体的恩赐给我们 他赐神生命气息 也赐下恩赐才干 所以神结合这几节 这两个段落的经文可以看到 神的回应 也就是神迹三 让我们看到神 他赋予我们恩赐 恩赐也是被神所使用的 特别在今天的教会当中 神赐下百般的恩赐 让我们服事他的身体 也就是教会 也彼此服事 所以当我们讲到能力 被主所用的时候 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兼顾 我们从技能 品格 而恩赐 而恩赐同时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 只有这样同时来去兼顾的时候 我们才可以说是均衡健康的能力 服事的能力 所以为神所用 需要从神而来同在的权柄 我们要施展三个方面的能力 摩西我们知道 刚刚我们看了 他三番四次地找借口推脱 神让他去面见法老 要面见以色列人 要带他们出埃及 神也耐心地从不同角度 去回应和保证 但摩西还有最后一个理由 拒绝的理由 这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摩西说 主啊 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如果是你会怎么样 我不知道 他这个意思是什么说呢 意思是说 你爱谁谁 反正我就不去 你说的千花乱坠 你很多的能力 我就是不去 所以这是人的借口 你愿意不愿意 摩西的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所以这体现了人们 领受护召的第三个 非常关键的一环 你服事 我们服事工作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这个跟能力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他的心智 他姿态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前面 神都很耐心呢 前面两个 一个是神的同在 一个是服事的能力 神一听到他这样说 你爱谁 你打发谁 我不愿意去 耶和华向摩西发怒 他发怒也就是说 这方面非常重要了 相比来前面两个 以不乐意的心 让神很难过的 他就说 当然神还有耐心 他不是说你哥哥 因为亚伦吗 亚伦是他的哥哥 你哥哥是有能言的人 现在我读到这的时候 我就想 为什么他能言 为什么神不 不找他哥哥亚伦先呢 当然神有他的计划 亚伦所经历的 摩西所经历的亚伦 是没有经历过的 人的恩赐是不一样 但关键的是 我们是不是乐意 第十五节说 你要将当说的话 传给他 我要将赐你和他口才 要指教你所当行的事 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 还就是说摩西从神领受信息 要对亚伦说 亚伦是因为有口才 可以说服他的百姓 扭转他们的心意 所以你要以他当作口 就是这个意思 他要以你当作神 但是不是摩西说是神 因为是神的代言人 神把信息给摩西领受了信息 摩西传达 这就是说 他要把你当作神来看待 然后说你手里要拿着杖 好行神迹 神仍然是很有耐心的 所以神的回应是什么呢 愤怒 忍耐 我们人觉得 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大的耐心的 但神是恒久忍耐 亦有怜悯和恩典的 这方面就是我们服事 为主所用的第三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为什么神 这个时候开始发怒的原因 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 我印象当中 耶和华神向摩西发怒 大的发怒可能就有两次 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是他因为不顺从神 他击打磐石 没有按神的指示去做 神又想着发怒 这也是第一次非常严重 这说明是服事的姿态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available available英文词很有意思 available说我们是不是有空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愿意被神所用 是可用的 是可用的 我们服事和工作的姿态是怎么样的呢 是不是随时available 可用 可用也代表 我们是不是flexible 灵活 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被神所用 但是我们很僵化的 不愿意去改变的 也不能被神所用 在教会的侍奉与培养领袖的概念当中 我想大家很多人听过一个概念 就是fat的概念 这个概念大家听过 就是见了面大家会问一下 你吃胖了没有 吃胖了没有 吃胖了是不是一个吃胖了的基督徒 这并不是我们physical来说 生理上胖 而是说在 faithful available teachable方面 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是不是可以被神所用 其中 facial是可靠 对吧 我们是不是可靠的 信实的 available是不是可以被神 神护照你可以被用了 再一个可以 是不是我们愿意学习的姿态 可以被教导的 其中又中间的一个 我们是不是可以被神所用的 是available的 服侍的姿态非常重要 成为我们能够被神所用的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我们虽然在身体上 随着年龄增长 我们希望越来越苗条 对不对 但在服侍神的生命当中 我们期待大家都可以越来越胖 如果我们有了权柄和能力 却不可用 仍然不能为神所用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上帝 他的怜悯 当神对他这样交代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再没有怨言了 没有了 然后第四章里面 他讲的拿着神的杖 摩西就对他约夫说 我要到埃及去了 我要领以色列出埃及 然后第二十节就是说 第四章二十节 摩西就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 叫他们骑上驴 回埃及地区 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转变了 这个牧羊的棍子 如何变成神的杖 这个转化非常关键 非常重要的 曾经普普通通的牧羊的棍子 成为上帝手中的杖 在以后很多年 很多简要的关头 在埃及地过红海在旷野 都发挥了很多重要的作用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 《标竿人生》这本书没有 那《标竿人生》的作者 也就是马鞍峰 Satback Church的那个 华里克 Rick Warren 牧师 曾经在一个太子演讲 大家可能都去看过 他以摩西的杖为题 有一个专题 他在那二十多分钟的分享 他这个题目叫 Sterialship of Influence 也就是说 做有影响力的管家 他这样解释摩西的牧羊杖 他说摩西的牧羊的棍子 至少可以代表象征三个方面 第一个 这个棍子代表 原来是代表 它的identity 它的identity 它的身份 它的身份是牧羊人 对吧 因为拿着牧羊的棍子 你是个牧羊人 然后 这个棍子也象征 它的income 因为 这是你的技能 是你依赖的地方 你放羊 income 就是说这个羊 要卖它 就是有收入的 所以这棍子也象征 你的收入的一个来源 第三个 它用I 叫influence 影响力 就是说 你牧羊人拿着棍子 你经常要把它赶到 有水草风美的地方 从一个地方赶到 另外一个地方 你要影响这个羊群 所以它从三个方面来看 它代表你的身份 也就是说你的职业 它代表你的收入 有职业就有收入 有职业有收入 也代表你的影响力 但神把他的帐 转化成神的帐 当摩西放下 你手上所有的时候 神允许他说 我是他焕发生机 又活过来 我们说 我们都想为主 为神所用 但我们手上有什么呢 我们手上有什么 但我们愿意放下 手上所有的东西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职业 我们的收入 我们的能力才干 的时候 神使他又活过来 我找了一张照片 就讲到被神所用 How to be used by God 给我了一个这样的照片 圣经来说 我们都是破裂的器皿 我们都是一个瓦器 保罗也说 但是耶稣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有宝贝放在瓦器里 我们有莫大的能力 不是出于我们 而是出于神 所以当我们被神所用的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有多么强 而是神的生命 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生命当中 我们可以放下自己 被他所用 为神所用 我们今天讲的三个 A 我们这里有Triple A 我们今天也 叛选大家可以做 Triple A的信徒 和门徒 我们希望 借着神的同在 我们有authority 有福祉的权柄 我们要借着神 赐予给我们的恩赐 才干 各样的技能 还有我们的品格 我们有ability 我们有福祉的能力 最重要的 我们有什么福祉的姿态 我们是不是有availability 常常愿意被神所用呢 当我们这些几个方面 我们都是有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 我们确实是有宝贝 放在我们瓦器里面 有莫大的能力 不是出于我们 而是出于神 我们一起祷告 先付我们感谢你 我们是你手上的功 是你手上的器皿 你有绝对的主权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论我们现在是基督徒 还是非基督徒 不论我们在任何的 服事的岗位当中 我们知道 我们的权柄 最终是因为神的同在 但愿你的同在 不但在我们的教会崇拜当中 与我们同在 也在我们个体的生命当中 在各样的服事经历当中 与我们同在 这样我们可以真实 可以说 我们是有权柄 可以接受你的使命 可以在备你所用 我们求你 让我们看到 因着你的同在 你可以转换我们的技能 可以转换我们的品格 转换我们的生命 但愿让我们一个降服的心 我们可以是信而顺服的 就像诗歌中所唱 信而顺服 没有其他的方法 主要我们求你来看顾我们 愿你的话语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做我们生命的良 能够常常提醒我们 也赐我们的力量 和方向 能力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